白星剛才說的龍花堂 所以說我們一定要 換了很有意義的來做這個工作 如果一個人只想到自己 那麼他的一生是非常孤獨無一 所以說雖然我們進到這個團體來 你不能只有想到你自己 從頭講到這尊 我們就是一定要團結 你把個人的事情要放在外面 我們把團體的事情放在前面 這樣來做就會好笑 所以說如果你如果沒有這樣 沒有人會贊同你 你會覺得很孤獨無一 因為雖然很多人不愛自己吐 不愛自己說 但是你自己越來會被別人越來越孤獨 一定要團結在一起 要同心 那我們為什麼會叫同心 那秘師長吉思廣毅把門定下來 同心不是在嘴邊 不是像沈菜地畫畫的 有沒有真的同心 你想的要一致 做的要一致 就是把我們自己畫成小友 小我 那麼我們的團體是大我 我們是其中一個而已 如果說我是一支手而已 你腳白衣手來了 你這支你還要再大便 這樣到最後 你只有自己在做自己的事情而已 跟我們團體是會脫節的 來 就是說 這就是說 他都想到自己 我以前有說這幾位 凡是想到自己的利益的人 住在家裡 住在家裡就好 不要住在家裡 是怎麼說 因為家長都要照顧他的家庭 他家庭會好 他都想到自己 住在家裡 住在家裡就好 是不是這樣 那麼 你如果要帶出來 民政婦要做一個政務官 做一個父母官 你要把我們的部署跟人民 都當著你的子女 這樣才行 要有大愛 有度量 有心胸氣包容別人 不能老是 向自己 利益去找想 所以我跟秘書長說 秘書長 很重要 你要記住 如果人家跟你建議什麼 對他自己有利益 你不能跟他聽 如果對民政婦 有利益 你這麼聽下去 就好 這樣有度力嗎 都為到他自己的利益 爭取的叫他住家庭做家庭就好 有沒有過分 對不對 所以說 我們說貧窮的人 他是希望多一點點 散那個人 他沒辦法 我 如果有家庭 他很滿足 但是奢侈的人 奢侈的人 他希望更多 那些人 那些人 很浪費 那些人 憲得有夠 他感覺又不足 那就是不足 那麼貪心的人 貪心的人 是希望得到一切的東西 所以說這時候 我們台灣的現象 你看得出來 好害人 又要越好害人 大肝 又要越大 這是什麼世界 那就是永遠不滿足 不滿足得到貪心的時候 他就是會害人 一定是絕對害人 所以說 我們一定要注意這個事情 我們不能貪之無怨 越多越好 這樣子社會大亂 我們現在來 再下一條 我要求別人誠實 自己就得誠實 這就是一定相對的 阿伯亞 我們對周邊的部署 對我們的長官 你希望他是很誠實的當時 你自己有誠實嗎 很重要 誠實 我們小時候老師來教我們誠實 但是 很多人問心看看 有沒有誠實 很多人 不管什麼教 有修行的人 大部分比較會去注意這一點 但是 普通人 不去注意 親切公公的 那就不誠實 不誠實的話 會演變非常嚴重的後果 所以說 我們 一個人一定要誠實 誠實 你對人如果沒有誠實 人看過 會怕你 會怕你 因為每個人 人會感覺你 說話 不聽一天 不聽一天 又有人會去聽你 我們絕對 做領導人 我們就是要讓人聽我們的 那人不聽你 這樣你 要怎麼認得人 所以說你講的話 一定要一一去實現 一定要老老實實 然後 不可以自私自利去做事 來 就是說 被認為生活中最有價值的 藝術就是 教人寬容 我們 說有人的所在就有社會對不對 每一個人是來自於各家庭的教育 跟習性習俗嘛 所以說每一個人 要完全相同 是很難 那麼 我們在生活中 人世間最大的意思是寬容 我們現在講的就是我們人民跟我們自己 你說的這是對 當然我們不能 寬容他我們不只要來 我們來接政權 要把他推翻掉 當然不能包容 如果 姑息 姑息養姦 我們害死好人 這個是對的 但是我現在講的是 我們以後的團隊 我們的精神 我們的為人 我們是為我們執政 以後我們在這教育 所以說 那國民黨那都 暖到沒有 我們不需要 了那時間 再去公園 怎麼樣 我們就是不要 談論他們 我們要把我們自己做好 做準備 所以說 所以說 這個藝術是說寬容 這個藝術是說寬容 那麼寬容 我們把我們的時間 做有意義的事情 我們不需要浪費時間來抗爭他們 來罵他們 浪費我們的時間 這樣有利嗎 有 所以說 那讓美國去處理就好 不用 我們 秘書長就抓一支 拔這樣 就勝過他們 幾百萬幾千 所以說 我們要得到政權 我們不是用武力 我們是用法力 我們該於公得力 我們以國際法 我們以戰爭法 我們來執行我們任務 但是我們現在上的課 我們就是說 以後我們要怎麼樣來執政 我們要怎麼樣做好自己 我們要怎麼樣來領導人做好準備 那麼 他們 勢必會出去的 我們就不用他們煩惱那麼多 所以說 寬容 不會寬容別人的人 是不配 別人的寬容 那相對的 我們寬容他 如果 他的人 斤斤計較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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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 不配 這個意思 專門 斤斤計較 每天 出生機率 在為自己 設想的人 雖然 我們 寬容了他 但是 他是 不被 寬容的人 他會自動淘汰 也不用我們煩惱 人家說 會國人做業國人回家 也不用我們煩惱 人家說 年博焦焦 一天 人家在做天地看 會被別人吐氣 所以我們也不用說 料我們的感情去蓋他窗戳 你閃在旁邊就好 是不是這樣 人家浪費我們的口舌 浪費我們的人格來蓋那派人家拼你 去用拎拎的 人家變派人 人家說 你也很害怕 對不對 你不要跟他害怕 走旁邊去就好 所以說 不值得我們談論的人 我們不需要 因為我們自己也會做錯事 所以更要原諒他人的啞亮 所以說 我們每一個都不是生人 都也是剛好想到好像這樣對 做下去也不一定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都沒有那個說 都不做不到事情 那麼別人如果如果做到不到事情 我們請他改進 並不是趕進殺截 人家說 我們做事實對事不對人 絕對不能個人的人身攻擊 那就是很不動力 我們不就是說這個事你扮好就好 你這個事做得不好 但是每一個人都有他的好處 他有長處 我們用在他的好處來看待他 壞處請他改進就可以 不是說我們這個人 我們一個團體就是說 現聚會就是說 一定不要像高山在萬貴子 請請摸就去摸 你知道嗎 說新人進就人要留 古早進來的人值得我們珍惜 不是這個人就不行了 但是他一定要教育 一定要改進 把他融合還是我們的一體 但是我們是對書 不是對這個人來個人攻擊這樣不好 所以說我們都要注意這個事情 以後我們是領導人 我們一定要有這個雅量 來原諒有過錯的人 請他來改進 化他的過錯為力量 讓他能夠 可以中公補罪就好了 不用說這樣 乾脆三次一定 要把這個人堵掉 每一個人都有申請 生存的權利 我們當我們要台師這個人的事實 講話要台師這個人 你要想到他也要吃飯 他後面的人也要跟著他吃飯 人絕對不能董人的財路 人都有生活的權利 所以說有很多人 我注意很多很傷心的事情 隨隨便便一個長官 你就告訴他 這個要死掉 他回去要吃什麼 他的前途在什麼 更可惡的長官就是什麼 年輕的人你就把他畫上等號 直接給他判死罪 那個最殘酷 一生的小孩 你傷害到他 他一生沒有辦法爬起來 所以我們一定做父母官要有這個慈悲心來看待 每一個都是我們的主女 你今天說這個壞的東西 這個你把它除掉 那麼他的受傷 永遠不能可以磨滅 我們絕對不能說 喔 為了我要讓我們家的什麼人入了 這個就把財壞 把他死掉 這個研究的是神經病 或是優異症一生 這種的台人 是很嚴重的 所以說我在比喻吃素 我們就是說 在佛法裡面 說 我們佛法有六道 以人道為主 那麼人道為主 殺生是五道 人道是第六道 所以說 你傷害一個人的事實就是在台人 雖然沒有看到血 但是他的心被你淌血 所以說我們公為做事 一定要公正 一定要有慈悲心來帶人 例如我看很多 現在一個小孩 我們現在跟他說 啊這個沒用啦 現在那個小孩 整四人要怎麼樣 你要想想看 如果這是你們兒子 你做何感想 我們做人的父父官 一定不能自私之利說 這回不錯 我要讓我們什麼孫義 這個人就把責罵 或是做個一個壞的事情 來去幫他摳一個帽子 貼一個標籤 就被他摳掉 絕對絕對 這樣是殺人 有沒有道理 真的 有人是沒去想到那些說 啊這就沒蓋 啊這就沒露營 啊這就讓他出去 讓他出去 你想說這個如果是你們兒子 人家也是父母親三的兒子 他也希望這個後代有成就 他能夠光宗耀祖 我們今天做的他的長官是他的父母官 我們應該要來調教 讓他有進步 不是把他砍掉 這樣有利嗎 有利喔 所以我們一定要非常小心 那麼一個人都會做不對 包括我們自己 你不能說別人做錯 要做那麼大的 你怎麼沒有 都要公平 來 在順境當中要節制 在逆境當中要更謹慎 我們就是說順境 像我們現在得到這個消息 我們有機會來要做官 而且明天畢業就正式 這真的很順盡 不是順盡而已 這真的一個很好的機會 所以說這個我們一定 做完官我們不可以說不可意思 我住到不穿網打一 住到不穿網打一 您知道嗎 網打都穿不下去 太大了對不對 所以說當我們做越高的時候 你要越謹慎 我們一定 很多事情 我們不必要向他請教 不可以說你拿你的錢 來控制別人 或是命令別人 或是威脅別人 人家就去共産黨管,得了太多要給你們管 我說這樣有過分嗎? 對啊,所以說我們一定不可以這樣 要利用我們的錢勢做到這樣好,大到不穿蟒大錢 我講了就算,都不用問別人的意見是怎樣 我說了就算你一定要給我執行 把別人當你的努力 別人是幫你盜三天,人家是比你更厲害,他會做比你更好 長官不是一定最厲害 他是發出一支槌而已,不然叫他去做看看,看他比較好做 不然我們不能只能出一支槌好不好 你要有同理心,你自己去做看看 有人現在就說,你給我叫10個來辦事文證 你叫他自己叫看有沒有 不能說,你今天疫情很差喔 鼓勵是可以啦,不能用批評啦,對不對 每一個人的能力有限或是基因 你現在叫沒有,不表示你後面都可以叫,叫沒有 我們不能以意思來論斷 那麼,你如果要說人不孝的東西,你自己去做看看 做看你會孝不,你才可以批評啦 才可以責怪別人 沒有,只能鼓勵他 用心一點點好嗎 或是你用別的方法 試一試,像我用來什麼保守,你用看看 看有效果比較好嗎 我們現在上下,都叫人來上課 叫人辦新聞證而已嘛 對不對 阿拜,不是這樣那麼簡單喔 但是現在大家都覺得很困難對不對 所以要寫好一套功夫啊 你要怎麼說人聽才會來 大家都六七十,當都去用怕掉了對不對 給國民黨帶到怕掉了,白色恐怖對不對 那麼方法,我就用方法 先給你受驚啦 你知道嗎 要不要受驚,我兩天有期間 只要跟你說,有時間來說 受驚,他如果不驚之後 你要知道,讓他知道說 我們盡心到什麼程度 以前我們去了,連辦新聞證都要不要 只有來聽課而已 那麼我就有辦法叫千幾人 這樣有厲害嗎 但是我感覺我很煩惱 如果我可以叫 最少十幾萬人 這樣我就比較有滿意 我還是在努力當中啦 大家人家互相勉勵啦 不過呢 叫來上課 我至少有七百人以上啦 叫來上課啦 所以這個講話要有技巧 簡單明了二要 人家聽下去了 你說到 你哩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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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哩 有機會 我那邊有小超啦 讓你們去講啦 我遇到一個問題是說 我們現在軍事時代 我們沒有選舉 所以不是政治 不是完全的一個 當然一個政府有政治 那政治在選舉民意方面 會調適啦 來就是我們有軍事 我們有心理 心理作戰 國與國與世界接軌 有心理 然後再有一個經濟嘛 經濟 世界的經濟整體 造成一個國家 有四個層面啦 經濟 心理 政治 軍事 他講的就是選舉啦 我們台灣人都讓人 別選舉 別這樣 林農娥嘛 所以他想的非常 不喜歡就是因為 對選舉非常透氣啦 你要講 我們這個絕對不是只有政治 我們這個 你要來討論 要是你要保護你的財產 沒有而已啦 因為啦 你沒有來認同這個 你沒有來確認你是台灣人的身份 以後你的福利非常差啦 差很多喔 差很多喔 對不對 所以說 你怎麼知道 我們沒辦事文錢 還要四十萬換一塊 你如果沒來辦你家的財產 從那存兩粒價錢 要怎麼賺 我是為了你的利 會跟你說 你沒有要聽 那個數字 數字 我告訴你 是不清楚現在有數字比較低啦 那現在人 利益沒有一個人不要啦 你問他要吃飯嗎 你愛錢嗎 你的錢 你要變四十萬換一塊 對不對 講到利益 每一個人 只要我都要吃飯啦 你如果說你都不用吃飯了 你做菩薩了 那麼我不要跟你說你做你的菩薩就好啦 是真的四十萬換一塊啦 當然啦 所以我們的政策你一定要了解 你要把我們 辦身份證的重要性 第二你確認你的身份 做到美國保護 我面前就是美戰 然後你 再辦身份證 達到人數 不額滿 我們可以拿到旅行證件 視同美國人 你要拿一個利益 走美國走幾年 又花幾百萬 拿不到 我們這邊花一千塊 而且五萬人以內 你就是 可以 領到消費券五千 我們執政的時候 所以你一千塊 很 價格很價格 比美金還大幾千萬倍 然後你 養老金可以八百塊美金 然後 我們的自協貸款 你辦身證以後你不用還 然後 以後你才有資格住台灣 然後 四十萬我們有正台幣 你才不會四十萬 換一塊 這是有關你的 切身的福利 你自己的利益 我現在是在 民政府宣導當中 我是有責任告訴你 那 我們以後要有一個公告期 你再不來 你中華民國的身份證 代表你所有的事情 都到北京去 福利跟台灣沒關係 這樣是非常遺憾 那如果公告這樣 他又不會煩惱 那不要接他 不然 他說你當作橋就好 我有跟你說 你是不是要保護你自己 你有政府你的福利嗎 包括你全家人的福利 是不是在 操控在你手上 你 不可以把所有的人的福利 都沒有去 這樣 你不是聰明的人 所以說 所以說 這跟你說 我不是在傳足銷 不是說我找一個人 躺多少 而且我還可以帶人來 你來上課當官 我是你的貴人 你不要看作我是貴了 貴人 不是貴的 然後你要讓他知道 我們已經做到什麼程度 他說 今年度就 三年前就發表了 不能爭兵 這是我們 民政府 我們 林志森博士 去 美國高等法院 才覺得 他不可以跟我們叫做兵 甚至現在來 執行我們 他不可以跟我們叫誰 廚家跟廚主叫誰 什麼道理 對啊 把我們利馬換太主 還傳下去 AIT已經回來500人 白宮網站已經下架 三軍獲勤部隊已經 都是取消 行政院新聞局 當我們要看報紙的時候 我們也把它取消掉 很多很多事蹟 洪仲崔的問題 你知道嗎 大家也知道 軍事法庭停掉了 停掉了 是不是我們要主政 中華民國已經沒有了 所以說他現在是怎樣 這不可以騎 要保管保護署而已 他想說他的保護署 要保管多金條 所以我們要不要趕快 努力 積極的進行我們的工作 是不是 我們一定要叫更多人來 更多人來 管理我們自己的 保護署台灣 所以說 新聞情要辦嗎 當然要辦 你如果像我說這樣 甘告會說 宿主比較低的他都不要嗎 他們家如果兩個老大人 一個月 領1千6塊美金 他們都不要叫他拿來給我 我代替他辦 他們都說哪有可能的事情 不可能後面我們家族的政績都給他看了 我都說 所以說 如果說不可能的都來找我國學主 我要不要公私一個 都可以拿我的電話 讓他用1塊錢的電話來跟我講 我們PowerPoint講完了嗎 時間過了嗎 PowerPoint也沒有了嗎 現在做到這邊 我們 沒有關係 我沒有PowerPoint 因為我就這樣說 所以 我們 我們現在說這樣 公告都要提外去 但是那是我們很重要的外地人 我們現在說 新聞情到來上課 在這幾個月裡面 我們4千人一定要 報到美國去 我們很重要的 所以說 我們絕對回去每一個人 要叫人來上課 那麼 來上課 我們增加我們管理人員 這是很重要的 所以說 我們絕對絕對 要跟我們的親朋好友 甚至我現在叫的人都不是親朋好友 只要有人碰面 可以讓你講話的人 我們都一定要叫他來 來 我們現在 講下一條 就是說 上課 上課 的 懲罰 雖然慢 但一定一會來 天 王 飛飛 失而不落 我們這就講到 還有 我現在不一樣 怎麼又跑出來了 所以說 走出去 來 下一個 幫助一個壞人 會傷害很多好人 這剛才有說過 一個人如果做這事情 你都一直去寵他 然後 你會害死很多好人 因為做的 你如果 你喪失也好 你的部署也好 我們 如果人有 做錯事情 就是說做得比較沒對當 不是說 做到什麼程度 絕對也不能去 溝通他 但是我們不是去給他罷免 我們請他糾正就好 就是說 你如果是沒有好的人 讓你害死了 因為很多好人都不會去 同意壞人所做的事 這樣一個團隊會整個會垮下來 所以一個團隊你 派到哪一個單位 絕對不能搞小千千 搞千千千千的話 你這個團隊會敗壞 來 說話隨便的人 便是沒有責任的人 所以說我們說 不要一句話 一定要有擔當 絕對不能親切講講的而已 這是一個責任 你說了你影響到別人 誰都不行 也不能自私自利 為了你自己的利益想法 來隨便講話 講話傷害到別人 那個就是自己去造自己的愛 來 不要向敵人訴說你的悲情 或者你會表面同情 暗中人家會成怪 所以說我們都會 都獨到瓶頸跟挫折 如果對方對你有敵意的人 你不要傻傻去 去報公 我現在多賣 多賣 這個是一般常識 不過有的人 受到撤折的時候 他會心裡 自己動不住 自己會去講 說你這個對象 如果不對 你會受到 人家的批評 人家會稱快 這樣對你沒有幫助 所以說我們一定要 懂得怎麼樣來節制 絕對不能亂說話 來就是說爭吵打架 破壞堡壘 惡言破壞友誼 就是說你講話 可以說比較好聽 人家說好聽也一句 所以說二言絕對不能講 你說的話 說出來大家都在聽 人家說人家在做也聽著看 所以說絕對你的詮釋非常大 沒錯 大家都點點不吭聲 不表示他是贊同你的講話 你的二言 所以說我們講話 很多人 緊張要收起 一人啪就出去了 都說吃壞聽 是不是這樣 所以那都每一個人 會習性 你就是說 人人 都把自己的視野 一個極限 當著世界的極限 所以說 我們不能把我們知道的事情 動作說全世界的事情 我都了解 我都罵了 不好 自己自大驕傲 就是說你看的世界 你懂的世界 是很小的世界 但是你不能自己碰風 自己自大到說 全世界都是這樣 不一定要這樣子 所以說劣勢也一定要放寬 不是這個世界的極限 他會更寬廣去看待一件事情 那上昌的懲罰 雖然是慢 但一定會來天 網 天網飛飛 輸而不落 就是說 你如果你做的事情 不合不利 那麼 是哪一天一定會露線 你的骨骼說會走出來 一定會受到大家的透氣 這絕對就是說 我們不能 自己做自己想 自己做自己想不一定對 你一定要和情和理 那就是怎麼說 如果你的臉是我的啦 你不能一直怪那個狀 怪鏡子也沒有用 你自己做事情做不好使 一定怪這個怪那個 誰對你不好 這個對你不好 還是對答不好 哪是沒有用的 這是一個比喻 你的臉都歪歪 照鏡子說怎麼不給我更漂亮 怪那個鏡子是沒有道理啦 所以說自己如果 不對你要檢討自己 你是犯什麼錯 為什麼人會說你 但是如果說的人不得利 你不要理他啦 我們後面會說到說 如果跟你反對的人 是比你比較強的 你當做小朋友就好 如果比你比較強的 再攻擊你 你檢討你自己就好 我要怎麼樣來跟這個人相處 這樣就好了 習性的手鍊 開始時總是微弱不亦且解察 最後 卻跟身體固的 沒有辦法拔除 這就是說 以前我們台語就說很好 小人在頭蠻圖 大人就頭蠻圍 所以說小不能責亂大謀 這都是比喻 一點點你不要小看一點點的錯 會錯成你很大的錯 這就是說沒辦法補救 所以一點點不對 如果人的看法 有個人建議說 你哪裡不太好 我們不要硬勾說 那也沒什麼啦 但是人的觀感 是很重要的 別人不一定 苦痛你的看法 所以你一定要小心 一定要開改進 我這樣不行不要怎樣 因為我們是做人的領導階層 下面人的意見我們不能不聽 那不聽的話 也許你就會被調動 比較小的比較調動 也許你就不保那個為主 會被下台 所以說 你可以說小錯不管 要來變你無法當防援救的地步 這樣意思 常受陷阱 陷害別人的人 往往會被自己射的 而受陷害 所以說 你我有說過 如果台人一萬 神幾三千 因為怎樣 你捨棄下去 在海人的保守 往往就是 你自己會上鉤的 因為怎樣 如果我跟你 我說隔壁那些人 怎麼不怎麼不 人旁邊聽就知道說 你自己在賣 這是無口後悔的 所以說 若要人不諸 其非己莫為 對不對 我們絕對 不要去做壞事 還硬拗說 沒有這回事 所以說這 點點滴滴在我們生活當中 到以後我們要當政務官 當我們的領導人 我們的此事 都要戰戰兢兢 非常小心 心不在焉 視而不見 聽而不聞 時而無畏 叫做無知 所以說 在一個事情 你不真心去做的事 如果看到 不好的事情 自己做了不好的事情 你也動作說 這沒關係 沒有人看到 還是你沒有看到 你最寵愛的那個部署 他做不對 你都坦負他 你說 有人在建議說 你那個旁邊那個 你的親信有什麼事情 沒有啊 我都沒有看他任何條件 那邊都有什麼構錯 你硬拗 人有說 你就要查相識 就要去觀察 就要去調教 機會教育才對 不能視而不見 聽而不聞 聽到 動作不聽 麻糬 食而無畏 就叫做無知 無知了 無知的你什麼都不知道 人家給你翻譯你也不知道 這樣沒有辦法當領導人 你一定要做敏感 哪有 小塊芝麻小事 你都會 察覺到 所以你才有辦法去調整 去調適一個團體的運作 知識淺薄的人很快就會 重複他所知道的話題和動作 這外面的人就說 你老了 比較說就說過去 這句話的意思是說 老了因為他沒有想上進 所以他講的事情不是將來 都是說他的過期的風光圓 這個會不會進步 不會 所以說老生常談 常常說過期就是老化 他沒有想說要再更進步 所以我們 後的時間 不能重複常去說事情太無聊 這個浪費你的時間 也浪費別人的時間 所以我們做一個的領導人 你在人家的面前 不是常常電你以前 怎麼怎麼怎麼 不可一世 你要講的話是 我們面前要做什麼 要佛在當下 佛在我們的要勇往直前的目標 不要說以前常常說以前 以前就過去了 我們就不要太浪費那麼多時間 這樣你才會進步 然後 失敗是期待成功 決心不夠的 不夠堅強 是我們如果每天我們都會遇到我們不如意的事情 會有這失敗 是大失敗或是小失敗而已 很多不成功就是你的決心不夠堅強 你的決心不夠堅強 如果你的決心堅強 那麼你就很少失敗 甚至沒有失敗 甚至 你都是一直在成功的 每天你都要有收穫 所以我是受過 竹竹教育的人 你每天你的收穫你要記錄 你每天你要有新的 理念跟政策 你要勇往直前 不是存倫在過去 所以 要帶著人走 不是被人民拖著走 我們要把人民一天一天的進步 因為人世間 時間是很短暫 我們不能再戳脫 然後不能太慢 我們就是每天要有進步 沒有你就對他倒退 就會被淘汰 所以說現在世界進步 我們必須加快腳步 努力來進行 那麼思考 甜蜜的聰明 計畫作員更聰明 你說你 要怎麼 每天都在想而已 沒有行動 就想沒有行動 計畫作響的聰明 執行徹底最聰明 最完善 就是不只在家裡 每天在想 你沒去做 那麼想到什麼 你覺得可以 你就要馬上進行 這樣進步比較快 所以徹底 這就是執行 比較徹底 比較聰明 比較完善 所以說 要付諸於行動的意思 所以每個人 不用說 我想 我問我們的通信 你現在介紹幾個了 你有想到 要去 跟你們什麼人介紹嗎 有勒 我想到我們國部 我們什麼衣部 一大堆 你怎麼不去 有啦 我就等運到要去 這樣有效果 想到就馬上聯絡馬上 所以是 時間 就是金錢 那麼用 金錢 又不可以 衡量的事實 如果你要 叫一個人 你要把我們的好的訊息 趕快他 讓他這一生 得到這個機會 可以翻身 你功德無量 是不是 這樣對不對 所以我們 如果說真的 對這個有預言 不是說他沒有能力 他現在才失敗 有的受到外來的原因所影響 不是他沒有能力 所以說失敗的人 他不是永遠失敗 還有翻身的機會 我們有機會讓他來發揮 這樣子 我們是可以 做到別人的貴人 所以說 我們 來 忠告是很少受歡迎 去 越是需要的人 越不喜歡 忠言逆耳 所以說 我們在相處的中間 很多 很多人 大部分的人 包括人 如果跟我說 我不好 我也是聽 結構 結構 沒有對一個說 聽到人在嫌疑 說 謝謝 我很高興 你跟我說這句 這真的受到有夠了 我也要再會被人變 跟母親 我對他不好 好 不好 這樣 說到你不好的人 是最 所以 痴心的人才要跟你說 但是 有的人 就是 不可以同學路 好像很厲害 陷 包括他自己 沒有達到那個程度 他都在陷人 這個比較不透 但是 你的 痴心的人 他了解你 對待不對 他才敢跟你說 你不要把他 當耳邊風 就是說 很難聽的 你應該要改進 得到的 好機會 大家都 一直 熬肉 你鍋子做得很大 大家都把你 泡到天氣 你就會比較小 吃下去 會 粉 蒜 蒜 對不對 所以 蠻紅 普通 我們一定 每天 請朋友 來說 我這 這麼久做的 我對他不對 有時候 對他改進 那是最好的長官 你若是沒有 常常叫來信化 你這個做不好 那個做也不好 這個你沒有照我的意思 人 拍位都不敢跟你說 保釋的 人 都把重擔放在 默默成色的馬背上 所以 人說 人散被人騎 馬 上 被人騎 所以說人 一定要 適當 如果 壞人 常常要對你 你 沒什麼事情 他也要 沒錢 沒錢 他也要把你貼標籤 摳帽子 每天要欺負你 可能 怪罪在什麼 不是說你一定不會做人 可能姻緣 比較不好 惡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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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說 政勢 兩個就完事 你賺到那個 元親接觸 莫名其妙 他就是一直攻擊你 那麼 我們就是 他這個 他會說 你這個東西 都去掛在賣裡 他賣裡 你如果很壞的賣裡 你怎麼有辦法 把他掛在那裡 你怎麼有辦法 把他掛在那裡 如果是說 喝下去 有一個程度 大家都看得懂 在社會上 大家都有碰到 都幾十年了 莫名其妙 被人家欺負的 有沒有 都也有 有人說 我會說 軟頭沈骨 但是骨 到他的牙子 如果回去 他的鐵子 斷起來 自己到胸 對不對 我們也要有一點耐力 去對待這樣的人 所以說 但是 我們就是說 你要慢慢 不必一定 蓋在牆裡 你如果蓋在牆裡 我們也會到胸 會浪費時間 那麼騎就騎 你就找機會逃跑 不要再去騎就好了 傷害你的 人 不是比你強的人 就是比你熱 這我們剛才說 那 在胸海裡的人 也許你就是比他更強 他是嫉妒 我也是要把你扯下來 他想爬上去 我們這人 在社會 這都常見的 為著他這別人的肩膀 爬上去的人 他不管說把你踩死 他使盡 他所有的力氣 就是為了爭取他自己 那是很多人 但是你如果是 嚴重說比你比較弱的 把你嫉妒 他不懂學習 那也就算了 你給他動作小朋友就好 那麼如果比你強的 你就饒了你自己 比你強的 他看你 你要 自己去檢討 自己去努力 你不要再跟他鬥 因為比你強的人 你跟他鬥 你會鬥 自己會死掉 所以這都一定要小心 弱的人怎麼樣鬥 都鬥不垮你 強的人比你鬥 所以說我們有人的地方 就有是非 我們人很會鬥 尤其中國人 他們的鬥性很強 從古代你看的房地 房公裡面 鬥來鬥去 鬥來鬥去 外國人比較囂張 他們是嚴格 他們沒有用心機 不會狡猾 所以說 我們活在這個環境 我們受到中國 教育的影響 我們一定要小心這個事情 也要把自己改掉 那麥哥鬥來鬥去 所以說一定 該忍耐的時候忍耐 該你逃脫的時候 你要脫離他的魔掌 一定 不可以跟他當面去衝突 來 就是說 如果你想被別人愛 你必先愛別人 使自己很可愛 所以這點做得夠 我的老師說怎樣 我都跟他分解決 他說 我如果逢迷 我都不會蓋別人愛 他說 這樣還不夠 我說 怎麼還不夠 你要再去洗洗 我說我就不會笑 他說 對不對 他說 他說 對 他幫你消極 你這是佛法 幫我消極 我又沒看到 我感覺他給我 沒道理 我沒跟他 就很好 我又蓋他握握手 他說這樣不可以 你還要再給他洗一下 這樣大家做得夠嗎 抱歉 但是我往做方便 是 他的感冥就表示說 他對我們不滿 你去給他洗洗 哪一天一定會化解 我現在也是在努力當中 因為洗肝沒對一個 都給我學熱的 一定也有人給我笑 但是給我陷的人 我們要給他謝謝 他是我們的老師 他希望我們改進 希望我們能夠更好 對不對 這樣是笑的 不是 說到最後還是他笑的 他學會跟他講話 沒有道理的話 如果有道理 我們要真感謝 不是表面上感謝 來 愛所有的人 信少數的人 不傷任何人 這很重要 我們所有人 我們無論好人 壞人 其實我們不要有分辨聲 我們分辨聲 這個壞人 壞人 他也做很多好事 以前那個什麼陳振興 他唱很多 金人財布也要拿回家 他媽媽 對她媽媽跟她兒子 來講 他是很好人 對不對 所以說 我們要恆順眾生 恆順眾生 說 我們 一個社會 人世間是 五好五敗才行程 如果不壞人 怎麼會凸顯 你是好人 你是聖人 所以一定也是有些壞的人 壞的人 我們 跟我們無關的 我們也不用說 令人相待 一律平等 我們也是要去他愛 因為他怎麼樣 他是一個可憐人 他不懂 他這樣做是不好 所以他才會做 如果他如果知道 這對他自己 上海很大 對他很有壞處 他怎麼會去做 因為他是不同 所以我們要可憐他 我們要愛他 我們要感動他 然後我們來教育他 這樣對不對 所以說 這個不愛就把祖閣 這個不愛就把祖閣 像那個高山那樣萬貴子 常常沒的嘛 那點而已 我們如果把壞人 變做好人 又變我們的執心 因為他對我們很感謝的 當中是我們很大的主力 對不對 所以說 所有的人都有路容 所以說 我們要信少數人 因為 你如果壞人全部 你都跟他信 你就慘了 是不是 少數人可以讓你相信而已 你不要像以前我剛吃受惠 大家都動作 他都做好人 好啊 你缺氧沒有這三萬塊拿去 三天就不行了 後來三天都沒有一個通電位 你都動作好人 我們受傷很大 所以說 信少數人 一你值得信 你要了解他 你才能信他 你不能亂信 但是我們不能跟 說 大家都看作壞人 都不愛愛他 我們愛他 但是不能隨便信他 然後不傷害任何人 我們所有認識在這個世界上 我們絕對絕對 最大的受惹是 一定要寬恕別人 一定要去愛別人 這是最大最大的公益 你去傷害任何人的話 你就是在台人 你不用抓刀 你像一句話說 這個人多壞都多壞 好是說 我說這個事情 對那個人上海很大 你就是在台人 有道理嗎 有 所以說這是很欠的道理 但是沒有經過討論 我們不會注意他 所以我們只是說 在我們要執政要當王以前 很重要的課題 我們一定要提升 我們一定要注意小心 欺負一個邪惡 你會帶來另外一個邪惡 姑息養肩 你會自食其果 這很重要 如果 你有一個對你 比較不好的 你說好啊 你繼續去做 你同意他的做法 那麼我們剛才說過 就是說 你生一個壞人 會害死很多好人 一樣的意思 就是說 姑息養肩 你以後 你去庭這個人 如果說 今天你 你把你家的人 也叫來你的生兵 做你的大官 他什麼 你都包容 後來他會把你搭下去 你會因為他而下台 你保不住你的地位 所以我們 你要一視同仁 不論是你的人 不是你的人 是你的同事 你的部署 你都要得到照顧 一定要公平 不能說 這個蓬我比較好 這個蓬我幫我抱 這個蓬我幫我送你 他看不到 這樣都沒關係 你後來要把這個 把你扭下去 他所做的事情 你要去承擔 所以 我們 這位要做得到 一定要牢牢記住 這句話 不能說 我為了 從 這個人 你自己 保不住 你自己的位置 而且 傷害很多人 那是 不需要的 你要照顧 他的另外的方法 不然 你薪水要拿去 他也沒關係 你不能 以公祭司 以公祭司那個奮大忌 你能一時的 慾弄所有的人 你永遠 慾弄一些人 但 不可能 慾弄所有的人 就是說 你做的事情 如果 不好 那麼 你 你 少數的人 可以 原諒你 但是你不能 操控所有的人 你 你不要 認為說 這個 幾個都知道 幾個都知道 變很多人知道 所以說 我們如果 有 一點點的 錯誤 要趕快 改進 趕快改進 如果 沒有 你所有的人 都會透氣 你 都 會 不遵從你 這樣 事實 你要怎麼走下去 所以說到這個地步的時候 我們就是 面目前輝 那是 無可 挽救 我們 一定要做好 長命百歲 但永遠當台灣的最好的官員 這樣對不對 每件大事由無事的小數來匯聚而成 萬丈高樓是平地區 為什麼要不要上這個課 我們想這個課 我們就是要 每一個人都懂這個道理 只是 我提醒大家要小心 要步步為隱 就是說 我們以前 我們生活 不一樣 每一個人不是生理人 不然就是說 我們就是 一般的公務人員 或是說 我們公司的人員 我們比較不去做這個領導的工作 像這個說 有做過領導 那他 這個步驟 我說的都切實 雖然是芝麻小事 但是會朗誠大事 所以我們不能 不提醒大家 去注意這些事 大事為小事 所以說 我們從基礎來打氣 自覺不知 就是邁向知識的一大步 你如果是因為我什麼都知道 那不一定知道 所以說 不要自大 就是說 自己不可以驕傲 這個意思 所以說 我們 如果是因為我們自己 沒多 那你才會進步 才會向別人學習 你才會珍重別人 你才會佩服別人 你如果感覺說 我都很厲害 別人說的 別人做的 你都不會去學習 那你就停頓在那邊 永遠不會再自 自己在那裡 不會進步 這樣 你如果自己說 我什麼都不會 開始 開始你就是在進步 就是這個 知識 就是邁向一大步了 所以這個 毛病 可以說 只要做人 大部分的人 都會認為 我是真的 很了不起 每一個人都 他的專長 對不對 他專長沒關係 但是你要覺得 你還有很多不知道 所以說 絕對絕對不可以 自己知道你已經好 不得了 這樣 這樣你就是絕對不進步 因為 我比你更多的人 更多 世界是一本書 走不出門走 僅讀一頁而已 所以說 這是說什麼 你的事也不是在 你的領域裡面 我們 所知道的是 我們只讀那個 不是一本 整本的説 你都看了 而且你又要懂 時間到了嗎 蛤 所以說 這個點點 第一 如果 我 以後有上課 我是會繼續講下去 我們如果是說 要 多少來 注意 更多 我們的細節 所有處事的 我們這個格言 可以從我們的 那個 我們的民政務網站 把我的課 調出來看 那麼 如果不去陷 共同來 學習 共同來 鼓勵 這樣好嗎 好 謝謝大家 各位同心 下課休克十分鐘 各位同心 下課休息十分鐘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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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